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五行开始 二 司陀汗 此云一来 此未断玉戒九品失中 断前六品 尽 后三品有在 故更一来 这是俄国 俄国 印度翻名叫做斯通汗 翻成中国话叫做一来 就是一来人间 天上包含在内 一来人间 一往天上 他的生死就结束了 那么就 因为他断的烦恼 律界的九品失货当中 已经断了前六品 从上上品 到中下品 这前六品的失货都断了 前六品就可以滋润六番生死的 现在把这前六品断掉了 那么就剩下后三品的失货 滋润一番生死 下上下中下下 这三品的失货 可以滋润他一番生死 所以再来人间一次 那么前六品断尽呢 剩下后三品 后三品有在 就是还有后三品在 失货还有三品 因此之故还要再来一次 更就是再 再来一次受伤死 所以叫做一来 司徒汉就翻成一来 那么在此啊 就在上面这个二果像 从出国到二果像的这个阶段 同时要加以说明 出国以后 就开始断失货 那么欲界失货要先断 从上上品先断 由粗到戏 那么上上品的失货先断 那么在这个断失货的中间 断前六品哈 要六品断尽才振二果 那么断到前五品 第一品到第五品 这统统统都是叫做二果像 这一段时间呢 断货的第一品到第五品 这一段时间 要分为论家家 看那个下面那个表 二果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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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果像 断三四品施货施 那个印的表啊 二果下面有二果像 要正二果之前有二果像 二果像的胜者 如果断掉三品四货 四品四货 欲界的三品四品四货 就是断掉上上上中上下这三品 或者是断到断掉这个第四的中上品 那么就这就是已经是 呃 去掉五番上司了 可是还剩下有一番 呃 从断第一品开始 一直到第五品 是都要论家家 家家 呃 因此叫做家家圣者 出国以后 到二果像 呃 这一段时间 如果有这种人 就称他叫做家家圣者 呃 那么这一段要借用这个居舍诵 来说明 居舍论的诵啊 解释这一段文 有这八句诵 呃 欲断三四品 三二生家家 看那个表上哈 表上有这个句诵 欲就是欲界 欲界的四货 断掉三瓶或者是断掉四瓶 三四瓶是断掉三瓶断掉四瓶啊 不是三十四 不要看错啊 欲界的四货 断掉三瓶或者是断掉四瓶 这种人呢 要称他叫做三二生家家 就是三生家家 二生家家 断三瓶的叫做三生家家 就是 就是已经去掉三三的生死 还剩下两番啊 呃 呃 剩下四五两番 再断第六番 才能正这个呃 第二国 因此之故四五六番生死还在 叫做三生家家 呃 呃 那么因为他寿后生 这个三生啊 呃 或者是从天上到人间 呃 这个天叫做天家家 呃 从人间到天上 叫做人家家 呃 天家家 就是天三人二 呃 呃 呃 他正出国之后 他断掉三瓶四瓶 呃 可是他生到天上了 生到天上 那么因此他就 天上死掉再生人间 呃 人间死掉再生天上 天上死掉再生人间 呃 呃 人间死掉再生天上 这样子 天上三番 人间两番 呃 这个叫做天家家 呃 三生的天家家 如果他断掉三瓶四瓶的时候 他是在人间 在人间死掉了 那么这个人呃 他就从人间生天上 呃 那么人间有三番 天上有两番 这个叫做人家家 人家家 天家家 人家家这样分别 人家家就是在人间死掉了 死掉之后 那么就生到天上 那么第一番 那么天上死掉再生人间 人间第二番了 呃 再生天上 天上第二番 再生人间第三番 然后才能正二国 呃 这个叫做人家家 就是看他呃 呃 前三瓶的时候 是在天上断 还是在人间断 如果是在人间断 呃 那么就是 由此叫做人家家 如果他人家已经死掉 当死掉生天的时候 他这个第三瓶就断掉了 呃 这个时候就叫做天家家 由天上再生人间 那么天三人二 人家家 人三天二 如果断掉中上瓶的死祸 呃 第四瓶的死祸断了 呃 断掉第四瓶的死祸的时候 那么五番生死已经去掉了 只剩下呃 两番就是 呃 前面四番已经没有了 剩下三瓶的一番 跟中中瓶中下瓶的这个两 呃 两瓶后面来的 后面起来的一番 就是第五第六 那么因此这就叫做二生家家 断四瓶死祸的叫做二生家家 因为他数两生 还有两番生死 呃 或者或者是天二人一 呃 或者是人二天一 情况跟前面一样 呃 这个不必是一家 那么这个家家 从家至家 从人间到天上 呃 从天上到人间 呃 所以从一家到一家 所以叫做家家 人间的家 各种不同 张黄 李菜 呃 各种的民族不一样 呃 那么天上也有六亿天 各种不同 因此叫做家家 所以断玉 玉断三四瓶 三二生家家 呃 断三瓶 三三家家 断四瓶 二三家家 断五至二相 如果断了第五瓶 啊 断了第五瓶 就是上上上中 上下中上中 中中 到了这里 啊 到了中中瓶的四瓶 断了 断了第五瓶 那是二相 就是二果相 断五至二相 那就是二果相 断六一来果 断第六瓶 就是中下瓶的四瓶 断了 那就是正到一来果 就是二果了 一来果就是二果 连组把后边的三果 嗯 也顺带说明 断七或八瓶 一生 明一间 如果 遇见的四瓶 断第七瓶 下上瓶 第八瓶 下中瓶 啊 到了这个程度啊 剩下一生 就是剩下后边一瓶而已 呃 这是新意 所以叫做一间 俱色论这是新意 也叫做一间 就义就叫做一种子啊 上面那个七圣表下面啊 有一种子就是一间 一间就是一种子 新意叫做一间 就是剩下一瓶的欲见师父尖割 下下瓶师父尖割他啊 啊 那么使他还没有证到啊 第三国 所以叫做一个尖割 一个尖割啊 就义叫做一种子啊 啊 就是剩下一间私瓶的一瓶的种子存在 还没断而已 所以叫做一种子啊 就义一种子 就是新意的一间 道理相同啊 所以叫做断七或八瓶 一生明一间 只剩下下三瓶的一生吗 可是他已经断七断八了 啊 已经不完备了 那么只是一个间隔 一个种子断掉就正第三国 使这第三项啊 就是断七瓶八瓶的 就是第三项就是啊 不还项 第三项就是欧哪含项的三国项啊 断九不还国 呃 欲见九瓶四瓶通通断掉了 就是第三国啊 这个不还国 就是第三欧哪含国啊 那么这是中间论家家 这个不能细讲了 按照这个表哈 有的名目啊 简单说明 您听过这些名项 啊 脑子里面有个印象就好了 将来如果你有因缘 有机会看俱色论 或者是看这个声闻的 呃 这些教理 或者是看私教仪的著书 啊 那里面说的这些道理啊 那里就已经有个印象 再进一步去研究 就比较好懂了 到这里为止 就是二国说完 下面是三国啊 有二 从二国项到二国分清楚了 现在就讲第三国啊 先看正文 看出正文啊 三 欧哪含 此云不来 此位 断欲禅师禁 禁断上巴蒂斯 第三的国位叫做欧哪含国 欧哪含印度话 翻成中国话叫做不来 啊 金刚经就翻成不来啊 心意叫做不还 不再还来了 啊 五元国再来了 不再还来 不必再来遇见 嗯 这个不还就是不必再来遇见了 现在他进一步断 社会世界的烦恼的失货了 这不必再来这个遇见 嗯 那么这个第三国的结尾啊 他已经断掉欧界的残疑的失货 欧界的残疑的失货 就是第九品失货残疑这么一点点 这个一种子的失货断掉了 嗯 就是欧界的九品失货完全断尽 从此进一步要断世界 五十届四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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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九七十二平的失货 上面八九七十二平的失货 要一一进断啊 才能够正到欧罗汉国 所以这个要正欧罗汉国之前 也有三国相 三国相 由三国相到正四国 这一段时间呢 也有很多道理要研究的 这个三国的结尾啊 它有七种不还 七种三国 或者是九种三国的分别 我这个表上只是把这个名目列出来 七种三国呀 七种不还国 就是第三国欧罗汉 有七种的名项 第一叫做中波 波涅盘的简称啊 第一是中波 第二深波 第三有形波 第四无形波 第五上流波 第六形无色 第七现波 这是七种 先讲这七种 这些名项都从来没听过啊 第一次尝到的 哦 这第一次尝到 这很好试 哦很香哦 比花山米还香 好好的绝绝啊 好好的体会一下 什么叫做中波呀 注意听啊 中中阴深 中有深 死掉之后啊 前有已断 后有未深的中间 叫做中有啊 就在中有深中波涅盘 叫做中波 这正到第三国了啊 注意听啊 人间正到第三国 在人间修行啊 正到第三国啊 他在人间欲界死掉之后 要升到世界啊 因为第三国的欧乃寒呢 他欲界的烦恼已经断尽了 欲界他不能住了 他又升到世界天 世界有五不凡天 这五进居天 有三国圣人住的地方 他又升到这个世界五不凡天去住 可是呢 他人间正到三国之后 刚死掉了 要升世界天 还没有到之前 就在中有深啊 因为他的功夫好 就在中有深 就正到俄罗汉国了 就剥涅盘了 就在中有深中阴深的时候 要升世界天的中阴深 还没到 还没到世界天还没生 就在中阴深当中啊 因为他在人间修的功夫好啊 在中阴深就正到俄罗汉国 就剥涅盘了 中有深就剥涅盘了 这个叫做中波 哦 那么这就是说 三国圣人 有 有这种的能力 他如果在人间 虽然是将近正四国 可是力量还不够 还没正 可是他人间的寿命已经尽了 死掉了 死掉就要生世界天了 可是还没生 还没生到世界天 就在中阴深 中有深当中啊 就正到四国 俄罗汉就入涅盘了 所以叫做中波 这是一类啊 第二种叫做生波 生 生到世界天 遇见正到三国 死掉了 生到世界天 生到世界天 没有多久啊 就正圣国了 正涅盘了 成俄罗汉了 啊 那么由此 就生到世界天以后 才正第四国俄罗汉 而入波涅盘 这个叫做生波 下面第三第四啊 是论他修行 有没有加工用行 是不是很卖力啊 那么分别有有行波 与无行波的三四两种啊 他生到世界天以后 人间正三国 生到世界天以后啊 要尝试加工用行 很努力进修啊 才能够正第四国俄罗汉 才能够入涅盘 那个叫做有行波 有行 努力加工用行 升到世界天 五金居天的时候 他努力加工用行修行 由此正到俄罗汉国 叫做有行波 前面的生波 不必用功了 他一升到世界天 功夫就成修了啊 叫做生波 这个是升到世界天以后 要下功夫 下死功夫啊 加工用行 才正到涅盘的 那个叫做有行波 因为到了第三国 一定会正第四国的 可是他用功的情况不一样了 第四呢 无行波 无行波 他升到世界天之后啊 他并不必下多大的功夫 去用功修行 任愿而波涅盘 任愿自然而然的 按照他的功力 自然而然到那个地方 就会波涅盘 就正到第四国 这个叫做无行波 就是不必加工用行 无行波 不必加工用行 升到世界天 他一定就会正到 第四国 俄罗汉的逆盘 这是第四 无行波 第五 上流波 谁是往下流的 可是 现在他的 圣道是往上流 流 就是动 啊 为什么叫做往上流呢 因为这种根性比较差 他升到世界天之后啊 要一天一天往上升 一天升了 再往第二天 第三第四 这样一一 往上 一直到 这个天界的 一生一生往上升 那么 四或一一断 完全断尽了 以后才能正立盘 这个叫做上流波 啊 啊 往上啊 啊 往上升 就叫做上流啊 啊 流是动啊 也是行义 往上一直啊 例如说 升到善见天 然后又啊 升到这个 再往上的啊 这个善线天啊 那无凡无热 善见善线 那么一直到色究竟 这五个不凡天呢 由由下面到上面 一层一层 每一天都要经过 所以叫做上流波 这个上流波 下面又有分别 啊 流到下面九九种 再再说啊 啊 第六叫做行无色 他不要升到世界天 遇见正道出 正道三国之后啊 他死掉就升到无世界 升到无世界 升到无世界 以后 就把这个 呃 上面三 八地 九七十二平四国断尽呢 正道 呃 四国阿罗汉的涅盘 那就叫做行无色 无色 就是无世界 无色就是无世界 由此 他的功夫啊 不必升到世界天 一直升到无世界 升到无世界 四公之后 然后正阿罗汉 波涅盘 那个叫做行无色 这是第六 第七 现波 现在波涅盘 啊 他不要升到上二天 色戒无色戒 他都他都不升 啊 只在欲界啊 现在这个身体 他正到三国之后 奴隶进修 就在人间 要正到第四国阿罗汉 而波涅盘 这个叫做现波 啊 那么前面六种啊 都要望上升 都要升到十戒 五十戒 可是这个第七种的现波 他不要升 不要升上二戒 只在欲界的人间 他要正三国之后 奴隶进修 他有能力 能够在人间 正到第四国阿罗汉 这个叫做现波 啊 佛在世的那些 社利佛 穆建连呢 正阿罗汉国的 那都是现波 当生正阿罗汉 波逼升到十戒天 五十戒天 那就是现波涅槃的 那么这是七种 这个叫做七种不凡 啊 这些名像啊 我就是按照文字 做过简单解释了 里面含的道理还多得很 啊 要细讲啊 里面很多 我怕大家厌烦了 简单啊 因为我们快要过年了 希望赶快正圣国正道了 才过年啊 那么下面还有九种不凡 九种不凡 不过这个九种不凡呢 只是在这个 呃 中波 深波 上流波 这三种去分别 中波分三种 深波分三种 上流波分三种 啊 啊 那么这样子就有九种了 实际上这九种就包含在七种里面 不过这里再把这三种详细分类 每一种分三类 就成为成为九种了 所以这个表上写 九种波反 即中 深 上流 各分三类啊 我这个文字写的很简单啊 啊 中就是中波 深就是深波 上流就上流波 这三种各分三种啊 中波 它分开来分作素波 非素波 金九波 这三种 就是 由 人间正到三国之后要升到世界天 可是还没有升到世界天 在中阴身当中就就剥涅盘了 呃 只有三类 一种是很快 素 很快 就是人间一死掉了很快 就在中有生马上正涅盘 就正第四国 这个叫做素波 非素波 虽然是中有生 啊 可以剥涅盘 可是时间比较长 江江要生之前还没生 才剥涅盘的 这个叫做非素波 不是快的 啊 比较慢的 但是还是在中阴身的当中 啊 因为中有生它可以进七天嘛 啊 所以他在这个要生之前 怕剥涅盘了 啊 但是不是快的 叫做非素波 金九波 有一种它的道理很特殊 它又不生到世界天 就在中有生当中停留很久 这个九不是不是说是多久了 比前面的少微久一点就叫做金九了 经过比较久的时间才剥涅盘正四国的 这个叫做金九波 中有生剥涅盘的这一类分在三种 素波 非素波 金九波三种 生波也分三种 啊 生到世界天五进巨天之后才剥涅盘的分三种 实际上这三种啊 就是包含前面的有形波无形波的 啊 就是把这个生波有形波无形波啊 把它呃列在这个生波的范围之内就叫做三种了 那么这个道理跟前面讲相同 不必再讲啊 生波就是生到无世界 生到世界天就剥涅盘了 那么这是顺前面的素波而说的 不过这个是生了之后很快就剥涅盘 就是素波 有形波下功夫才能入涅盘 这是配合前面的非素波说的啊 呃 无形波是让它自然而然入涅盘 这个时间又比较久一点 那是配合那个金九波而说的啊 啊 那么就是前面的七种当中的二三四把它合并起来啊 用生波下面另外分开又称为三种啊 实际上是前面已经说过的 其次第三种的上流波也分三种 全操半操辫目这三种 这些名词啊都是第一次听到的 哦 这是有过啊 不是偷到零呢 哦 好假的 哎 那么这个上流波啊 什么叫做全操啊 功夫好 人间死掉了 第一 他就升到十几天的 例如说升到樊仲天 升到樊仲天 世界初成樊仲天 他升到樊仲天之后 一升一操就操到五十几天 操到五十几天 中间都不要升 都不要升 一直到五十几天的这个飞响飞响出天 哦 那么呃 然后才有阵涅盘的那个叫做全操 就是世界的初禅以上 一直到五十几天的飞飞响出天之前 都不用升 一直抄过去 抄到五十几天的飞飞响天 到那边一升 不久就阵涅盘 这个叫做全操 第二种是半操 半操就是操到一半 嗯 比如说人间镇三国死掉了 升到世界初禅 啊 初禅的反中天 然后他一抄 抄到这个 例如说到了这个第四禅 到第四禅 啊 到五金居天 啊 这是一半 中的 社会世界中间的一半 这个叫做半操 操了一半之后 升到世界天的四禅 或者是 啊 五金居天 由此就正欧罗汉国 啊 玻璃盘 这个叫做半操 变目啊 这个是最顿干的 他要从这个繁重天 繁福天 大凡天一天一天通通都要 都要经过 变目 目就是 呃 生了又死 死了又生了啊 啊 那不是在世界天 那天上那不是像我们人间的生死 只是一天一天一直往上升 啊 从繁重到繁福 由繁福到大繁啊 啊 这样子一天一天一直生 生到飞飞想天啊 一天一天的功夫都经练 这个好像啊 每一天的九品思货都生到那个地方断的情况一样 啊 这样子一直一天一天往上升 生到最后到了飞飞想天 断了飞飞想天的这个思货完全断尽了 才正欧罗汉果代 这个叫做变目 变目啊 呃 就是便于身界四禅八地啊 呃 统统一一都要经过往上升 统统往上升一一经过 然后才正到啊 四国欧罗汉而入涅槃 这个叫做变目 这就是上流波分这三种 那么这就是所谓九种不凡 啊 不凡国里面呢 分别这些名像 呃 这都是简单的说明啊 下面是讲第四国了 哦 现在正四国了 四国欧罗汉快了 哦 要过年了 看出正文啊 四 欧罗汉 此云无学 又云无声 又云杀 又云 应共 呃 先说这些名像 呃 把这些名像说完了之后啊 呃 把正文说完了之后 再说那些六种欧罗汉 第四国是欧罗汉 前面修道 我已经听过了 到这里是无学道了 啊 欧罗汉是印度话 翻成中国话 翻成无学 啊 这个平常不这样翻的 实际上无学就是欧罗汉 啊 欧罗汉 啊 欧罗汉 啊 欧罗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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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三种啊 就是平常讲的 呃 欧罗汉三义 欧罗汉三义 平常说讲经啊 讲欧罗汉 有这三种意义 就是七四 不魔破欧的 比丘三义的果 就是欧罗汉 欧罗汉 欧罗汉 正欧罗汉国三界生死一了 应当受人天供养 所以叫做欧罗汉国 啊 他已经断掉三界龙回生死之音了 不再受生死了 啊 所以叫做无生 就正到无生之理 不再受生 啊 没有三界龙回生死了 所以叫做欧罗汉 把烦恼断了 好像杀贼 比方啊 杀贼 啊 并不是说真正把人间的 这个小偷啊 强盗土匪杀掉了 就欧罗汉 那警察都是欧罗汉 啊 法官都是欧罗汉 啊 不是这个意思 这个杀贼是比方 用烦恼 啊 用贼来比烦恼 见识货 贪嗔痴痴人 见识货 烦恼 这个就是贼 啊 这个贼专透我们的功德法财的 现在把它断掉了 就是杀贼 啊 不要以为是欧罗汉开杀戒了啊 这个杀戒是一种比方 就是断烦恼的意思啊 啊 所以平常有这么一句话啊 啊 大字动论里面说 啊 戒 抓贼 持戒 好像把贼子抓到 了 抓贼 定 扶贼 啊 扶 扶 扶 啊 修定就是把这个抓到的小偷 土匪 把他用绳子绑起来啊 扶贼 啊 扶 扶 修定就是把这个贼子绑起来 不让他跑 跑不掉啊 可是这样子 有的时候他也会跑掉的 必定要把他杀掉 啊 把这个土匪强盗杀掉了 啊 就不会再 找麻烦了啊 那么就杀贼 就是 比方说 把这个烦恼种子都断掉 啊 所以定能扶货 定能扶货 好像把贼子绑起来 啊 会 能杀贼 就是断货 断货就是杀贼 啊 这是一种比方 那么这个道理平常常讲呢 不必细讲 都是欧罗汉的翻成中文的意义啊 其他有许多的翻译 现在重略 下文是说明啊 欧罗汉所断的烦恼啊 此位 断剑施境 持欧罗汉的地位 把剑或八十八十 撕或八十一平 三戒九地八十一平撕或通通断掉 整个消灭掉 嗯 但是如果是在人间上欧罗汉果的 是子福以断啊 果福有存 果福有债 子福以断 果福有债 这个道理怎么讲呢 嗯 果的禅福就指现在这个身体 现在这个身体 这是结果的 过去身种下人人人 人应所借的国 例如佛在世的时候 摄利佛 摩建列啊 那些大弟子们 五百欧罗汉啊 千二百五十人 他们正到欧罗汉国 子福以断 果福有债 过去身所种下的人应 对不对 这个结果还存在 还没死吗 嗯 还没死之前 已经正到欧罗汉国 就是献罗 嗯 那么这个欧罗汉呢 他的种子 烦恼种子断尽了 子福那个子啊 子就是烦恼种子 贪嗔痴等见诗后的烦恼种子 通通断尽了 子福以断尽 以断 子种子的缠辅 烦恼种子的缠辅 已经断尽 嗯 嗯 那么但是呢 他这一生的结果的身体啊 还存在 嗯 像摄利弗穆建连的那些尊者在世的时候 那么他的果福还存在 嗯 这个叫做友谊涅槃 就是剩余一个果福 其他的烦恼都断了 嗯 他已经正到涅槃之离 无声就是涅槃 已经正到真地涅槃之离 可是他的这个 呃 子福断了 果福还在 嗯 嗯 若灰身灭智 明无以涅槃 就是这个身体灭掉了 死掉了 入涅槃了 嗯 像摄利弗穆建连等 他已经火化掉了 嗯 那么就是正到无以涅槃 生文的说法是这样子 嗯 灰身灭智 就是把这个身体已经死了之后啊 火化成灰了 嗯 那么他的智也不起作用了 嗯 灭 灭 不是消灭掉 灭 应当是明了啊 平常说灰身 明 明 明 是隐藏的意思 收起来 呃 呃 并不是说他这个欧罗汉国了 把他的智慧也灭掉了 那就变成没有智慧了 呃 这个欧罗汉就不起作用了 不是这个意思 是把他的这个断烦恼的智已经 烦恼已经断尽了 不必用它吗 收起来 比如说杀贼嘛 杀贼用的刀啊 啊 贼已经杀掉了 这个刀就不用了 就收起来了 这叫做明智啊 身已经灭掉了 智呀 收起来了 不再用了 明智 这个叫做无以涅槃 就是呃 死掉了 火化以后了 呃 就是无以涅槃 又名孤掉解脱 孤掉血脱 正欧罗汉国呀 只是独善其身 自己断烦恼了生死 所谓治了汉 啊 孤是孤单 单调啊 自己一个人孤单的 正欧罗汉国 不想度众生 因此叫做孤掉血脱 是血脱了 可是呢 他是孤单自己血脱 没有想办法去度众生的 所以叫做孤掉解脱 这是存生文 完全的定性生文 呃 如果是有大菩提心的 由此回小向大 那就不不孤掉了 那么这是第四国 呃 下面一个结文呢 列明声文未尽 这是在那个 呃 前面的这个总科判里面啊 到这里是一科别是说完 呃 后边第三解归声文 解归声文 呃下面那个略明声文未尽 就是解归声文 我先把这些文字说完了之后啊 剩余的时间再来讲这个六种 阿罗汉啊 因为这个六种阿罗汉的名目啊 也需要知道啊 如果不说的话 以后你看到啊 你不了解他讲的什么 所以需要说明这个六种阿罗汉 啊 那么到这里为止 这个六种阿罗汉原名了 就是正阿罗汉国 就是我身已经 他不再受身了 这一生 他的生死已经结束了 凡痕以利 他辛辛苦苦修的苦行啊 到这里已经建立成就了 凡痕以利 所做以半 该做的都做完了 所以叫做无学 不受后悠 从此之后 他不再受三件六 三件六道 龙回生死之有的苦恼了 所以叫做不受后悠 这个叫做阿罗汉的四字原名 啊 成就这个四字 那么他的目的就达到了 那么要正阿罗汉国 怎么样修才能正阿罗汉呢 这个最后一品私货是很难断的啊 很坚固很难断 就是飞飞想天的最后一品私货很难断 嗯 按照生文的修法 修金刚三脉 金刚三脉 这个智慧啊 奸如金刚 啊 才能把这个私货断掉 所以叫做修金刚三脉 断这个七十二瓶 最后一品私货 啊 那么前五种阿罗汉都要用这个金刚三脉 啊 第六不动位的阿罗汉 就要修重空三脉 重空三脉 前面都修空怪 到这里要断最后一品私货 要重复再修空怪 来对治啊 这个对付这个烦恼 把它消灭 才能够成就 所以叫做重空怪 重复关空 由此震到阿罗汉 这是不动阿罗汉 嗯 呃 他这个正国的境界 好像修电光三脉 好像这个夜间 突然之间呢 啊 这个闪电 空中闪电 啊 一闪电 马上就现出这个光明呢 看得很清楚 一压子翻到去端了 这叫做电光三脉 呃 阿南尊者有修电光三脉 整阿罗汉 那么 阿罗汉按照这个军事论里面说 有六种 四国有六种啊 那么就是这个表上最后四国 阿罗汉有六种 第一 退法 第二 司法 第三 复法 第四 安住法 第五 堪达法 第六 不动法 呃 不动法阿罗汉 这最熟生的 就是下面的那个不实写脱啊 呃 前面五种都是实写脱 第一 退法 这个退法阿罗汉啊 他正到阿罗汉国呀 因为他的根性很钝 他很怕再退失 明明不会退了 他也会怕 呃 因为他前面在西乌乌行的时候啊 退了几次 他害怕了 因为怕退 所以希望赶快入涅盘 所以叫做退法阿罗汉 这是比较根性最差的 第二 叫做司法阿罗汉 这也是恐怕退失 他怕退失啊 他思维想过办法 希望赶快入涅盘 想办法要赶快入涅盘 所以叫做司法阿罗汉 嗯 佛寨师的时候 有些 呃 比丘啊 他正到阿罗汉国之后 他恐怕 呃 退失 因此要要求人家把他的生命断掉 让他入涅盘的 这个就叫做司法阿罗汉 根性比较差的 嗯 但是已经证到阿罗汉国生死医疗了 那么烦恼种子 必定不会再发 可是他心里啊 会有这种 呃 害怕的情况 习气还在 所以叫做司法阿罗汉 嗯 这两种只有都是比较差的 嗯 顿根最差的 第三 复罚阿罗汉 复持他所得的阿罗汉国的罚 不至退失 嗯 他常常要防复他 嗯 他明明不会退 可是他常常要注意他 防复他 怕他退 嗯 但是他不会想要赶快入涅盘 这种人比前面两种要殊胜一点 所以叫做复罚阿罗汉 嗯 得到阿罗汉国之后 他复持他所得的阿罗汉国 防复他退失 但是他不会希望赶快入涅盘的 这个叫做复罚阿罗汉 这是第三 第四叫做安住法 就是安住所得的阿罗汉国之中 他已经离去退缘 不会再退失 嗯 他得到这个低位啊 嗯 他也不必再加行 不想再往前进 那么就是停在阿罗汉的境界当中 这个就是所谓定性生活 定性阿罗汉 啊 他的目标到这里达到了 嗯 那么就是走到三百游行呢 他觉得我已经到家了 嗯 这就行了 啊 从此发地自现了 不再往前 这个就是安住法阿罗汉 就是 呃 就是不再发心的 就是定性升温 第五 看达法阿罗汉 看达法呀 就看能通达到后边的不动法 这个力量比前面四种要强了 同样是顿跟 但是这是顿跟当中最好的更新 啊 他看能通达到后边的不动法阿罗汉 啊 不至于像前面四种那么啊 害怕啊 那么他也不保守他的所得的果位 那么 也认为他一定能够再往前 达成这个不动性啊 成为不动法阿罗汉的 所以叫做看达法 看能通达到不动法 所以叫做看达法 第六 不动法 这最殊生的就是 啊 不实写脱阿罗汉 啊 他得到阿罗汉国之后啊 他不会被以法所动 啊 啊 那么这是最利根的人 叫做 啊 不实写脱 啊 那么他 因为他具备很多的熟生姻缘 啊 得到这个阿罗汉国之后 像这类阿罗汉呢 就很多有这个回想像大的 像大的姻缘了 他就可以再往前努力迈进 这是不动法阿罗汉是最殊生的 平常有些地方说这个有 会写脱阿罗汉 聚写脱阿罗汉 这两个名词啊 是出在诚实论 诚实论 诚实论 诚实论是说明二十七选胜 声文的二十七选胜 是诚实论 那么第二十六就是识写脱 第二十七就是巨写脱 呃 识写脱 啊 那么 那么 比起这个 聚写脱 它的功力稍微差一点 但是同样正到阿罗汉国 聚写脱 就是定会原名了 有三明六通 最殊胜的阿罗汉 那叫做聚写脱 这是依这个诚实论讲的 呃 并不是这个 居实论讲 居实论 它叫做实写脱 不实写脱 这两种就是前面的声文位的 第六第七位 那么按照声文的调点说呀 在家修行 按照上文所说的方法去修 顶多正第三国 啊 第三欧乃汉国 所以这个 呃 在家不在界里面 就说到第三国欧乃汉 啊 那不说第四欧罗汉 在家不正欧罗汉国 啊 有没有在家正欧罗汉国呢 按照居实论说 也有这种情况 很特殊 很少 啊 如果在在家的第三国圣人 进修正欧罗汉国的时候啊 他一得到欧罗汉国 马上就会现出家乡 他绝对不会 人员还是在家乡 他一正欧罗汉国呀 马上就要现出家乡 自动的去替发 受戒 穿上出家衣服 就现出家乡 就是真正的 要去做出家人 所以如果在家人 正到第四国的话 他必定要现出家乡 没有居士欧罗汉 没有居士欧罗汉 啊 所以佛 他要成佛 必定要出家 要出家就是这个 呃 成就完全正无身的果位啊 必定要现出家乡的原因 啊 所以必定要呃 这个到了第四国 要现出家乡 没有在家欧罗汉 这个要分清楚 所以现代人呢 有些在家 呃 他们就自称说他正欧罗汉国 呃 不过他这个欧罗汉国 既然没有现出家乡 就是以教理相违背 以圣教量不相应 既然以圣教量不相应啊 我们就不能接受 不能相信啊 啊 他这个欧罗汉 靠不住的啊 恐怕不是欧罗汉 是路汉啊 路边汉 呃 只是成过呃 路边汉而已 而不是真正断烦恼了生死的欧罗汉 绝对没有在家欧罗汉 呃 假如你不相信我可以查出居舍论的原文啊 呃 把它呃 找出来给你们做证明 绝对没有在家欧罗汉 你们不要相信那个现代人有说在家居士就正到欧罗汉国 甚至他还能够指点领导好多在家人 正是二国三国的啊 呃 那么这类人啊 很可能他想你们出家人不行了 我们在家就是要取而代之啊 以前说在家人有些想要正低 呃 要做第四宝 现在他是要做第三宝取而代之了 这个问题更严重了 所以呃 正欧罗汉国必定是出家 不会在家的啊 三国以前有在家人 在家居士最高正到第三国 第四欧罗汉国必定是要现出家乡 总人在家居士正四国也要现出家乡的 呃 今天就讲到这个声文卫讲完了啊 呃 因为这个后边这个声文卫简单讲 四国很简单 呃 但是内涵很多 假如要一一次一讲的话 最起码呀 一次只能讲一个国位 一次讲一个国位 现在又碰到过年了 大家都要过年嘛 呃 这个一年一年呢 实在过得很快 我们每个星期讲一次 虽然是七天只讲一次啊 也是觉得在这个七天当中啊 过得相当是快 呃 呃 记得清清楚楚的刚过年 呃 过了过了年之后 开始讲的第一天 不知不觉这一年又过去了啊 啊 一年又一年了 渐渐改永远啊 是做孩童戏啊 啊 看看白发班啊 我们开始还在做小孩子的孩童游戏啊 骑猪马啊 玩这个家家族 呃 不知不觉现在是白发蛮头了 啊 那么大概是下霜的时候 下雪的时候 跑到外面去碰到伤了 哦 头发都白了 呃 那么因此之故啊 日期日子过得很快 啊 各位 呃 学佛久了 必定是成就的比较多 我只是一个嘴把皮在讲啊 没有修行 很惭愧的啊 那么虽然是呃 呃 讲的好不好我不敢说 尽我所懂得的 因为我已经过了六十了 我看剩下的时间啊 呃 不会太多啊 尽量讲 能讲多少算多少啊 啊 那么看各位的福报 如果你愿意听的话 我就尽量讲 讲到他啊 最后圆满为止 那么呃 我所学的几十年来下的功夫 就在这里呀 尽量把它发挥出来 已经不敢答应外边讲了 啊 啊 昨天还有人来请奖金的 啊 我我都把它解决了啊 因为实在我不能再到外边跑 只能保持保持这个星期天假 我们这边还能够继续讲下去 就算好了 希望大家呀 呃 如果呃 觉得我讲的还值得听的话 呃 过了年之后继续来 呃 连续听下去啊 今年到这里圆满了 最后啊 公主周围新年快乐 各大智慧身心安乐啊 呃 福慧双正啊 啊 我们留到下次再讲 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啊 下口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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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后因收养的流浪狗日益增多,进而成立专门照顾流浪狗的养护园区 然而,园区的扩建速度仍旧赶不上流浪狗的快速增加 于是令安置近300只狗孩迁移到中华护生协会的两所园区,令其获得安养 于2014年7月份统计,救狗协会至少救护了超过8千只流浪狗 目前与护生协会共同护养近千只的狗孩与养护园区 除了救护流浪狗之外,救狗协会并长期提供速食狗资料 给其他照顾流浪狗的爱心人士,以经常与护生协会合作 透过各类相关活动,呼吁大众重视生命,爱惜生命 使人与万物之间皆能户爱共存,消灭暴力之气,促进社会祥和 救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普贤菩萨映画人间的事迹中 当以唐代十德禅师之行迹 最为人们所熟知 他是由阿弥陀佛化身的风干禅师 剪回书养 后更以士称文殊菩萨化身的 寒山大士称为莫密之交 因三者接驻于天台山国青寺 后人何称为国青三尹 别哭了孩子 你是迷路了吗 我送你回家 我没有家 那你叫什么名字 我也没有名字 那你跟我走吧 寒山这个孩子是你们村的吗 你既然这样 你愿意住在这里吗 愿意 你是我在山上十德的 就叫十德吧 太好了 我有名字了 灵异 以后就由你照顾他 是 师兄 您快去看看 十德在摘堂撒野呢 嗯 啊 你知道吗 我有一颗明珠 埋在暗中 可惜 没有人能识得啊 什么 你能识得 小果身文 别说大话了 大胆识得 竟敢对佛陀无礼 啊 师兄 你如此放肆 以后不用清扫摘堂啊 去厨房洗碗吧 是 师德 你犯了什么过错 怎么被罚到这里 工作不分高低 这儿也不错 拿回家去慢慢吃吧 谢谢你 嗯 嗯 嗯 那些乌鸦 又来偷吃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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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你接受出家人的供养 守护佛寺 请进道场 却不管寺里的事 让食物被乌鸦 吃得一塌糊涂 如何当得 其兰的直思 嗯 嘿 师兄 我昨晚做了一个梦 梦到齐兰神来诉苦 说食德打他们 我也做了这个梦 啊 啊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如此看来 这食德一定不是平常之人 还有一桩事 我一直没敢跟您说 何事 前日我在戒律堂说戒 食德和寒山 赶着一群牛闯了进来 食德 你太疯狂了 竟敢破坏说戒 呵呵 那轮回生死 虔诚悠悠的众生 正在这里聚头闹 无称即是戒 心进即出家 我性与拟合 一切法无差 食德 快出去放你的牛 我没再放牛 这群牛 前生都是本寺的高僧大德 都有法号 不信我教唤他们 他们都会应声的 前生律师 宏静 站出来吧 前生点座 光超出来吧 直随尽本 站出来吧 这是法中 全生不持戒 人面而畜生 你今朝此救 怨恨于何人 佛力虽然大 你却孤佛恩 以你所说 那师德 两位师兄 吕秋太守前来拜见 快请 两位大师 经文寺里住着一位活菩萨 特来拜见 请他的周线讲经 去求师德过来 是 师德和寒山离开了寺院 他让我把这封信交给师兄 若干年后 小师傅 你可知道 石德大师 当然知道了 他是我们国庆寺的传奇人物 普贤菩萨的化身 请跟我来 这些是石德大师的舍利子 小沙米返回寺院 把这件事告诉了大众 大众这才知道 他们所敬重的石德大师 已在岩洞里试迹 就将岩洞号为石德岩 这个岩洞在国庆寺东南方 约距离寺院二里左右的山峰上 就将岩洞偿走 就将岩洞的城市 如果把这篇的写会 我可以参考 以你看 《岩洞园》 优优独播剧场上 生命电视